为了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 三星乡公所从今年的5月到11月底 进行量化的卫民服务品质满意度调查 总共完成了1665份的有效问卷 当中显示民众的满意度高达了9成以上 因此公所也选出前三名的员工来颁奖鼓励 三星乡公所重视卫民服务 尤其乡长黄锡庸上任后 为了解乡亲真正的感受 作为市政参考 从今年5月份开始 进行量化的卫民服务品质满意度调查 到今年11月底为止 总共完成了1665份的有效问卷 而当中显示民众的满意度高达9成以上 所以公所特别选出前三名员工颁奖鼓励 要来给他们做一个鼓励 鼓励我们民众对他们的刑定 第一名到第五名 公所也分别 会来给他们寄功加仲 所以说我们未来 我们三星乡公所希望可以来创意一个 服务型的政务的这种概念 以这个顾客导向的精神 把这部分的精神 我们把它导入 我们的所有的业务当中 来提升我们三星乡公所的 这个行政好领和服务品质 三星乡公所社会客客员陈轩玉 在这次洽工民众满意度调查当中夺下第一名 他将荣耀归于全部的同仁一起努力的成果 而洽工民众也认为公所人员态度亲切 天气冷还有热茶可以喝真的很不错 觉得这边给人家是蛮亲切的感觉 然后服务友好 包括哪些你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至少要一杯热茶可以喝 态度呢 态度很亲切啊很好啊 所以说值得我们那个乡民给他鼓励鼓励 真的很棒 印象公所的每一位同仁都有资格拿到这个奖 因为我们服务香气的热诊完全是一样的 会提升那个氏气 没有料想他是会拿到这个奖 但是尽我的能力服务那个响心就像 透过洽工民众满意度调查 三星乡公所不仅要提升员工的士气跟热忱 也希望可以改变民众心中对公所的官僚印象 让公所为乡亲提供高效率 亲切专业的服务品质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导